女排世锦赛29日赛程 东道主迎来挑战 有望迎来四连胜 三打夺冠热门 有望再次升级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大厨聊天 那么29号呢 世锦赛呢 也将迎来很多的一比赛 那么一句当时 让我们关注比较热点的 就是东道主 波兰女排和多米尼加之间的一个较量 那么两支实力水平呢 比如说都是非常强势的 而且到底谁胜谁负呢 其实都在伯仲之间 那么波兰女排呢 他们在本届比赛也是取得了三连胜 可以说也是开了一个好团 那么如果能够战胜多米尼加 他们极有可能所定小组第一 来进入到下一个阶段的比赛 那么与此同时呢 在波兰和多米尼加进行的同时 你像美国意大利和塞尔维亚呢 也将迎来一些弱旅 那么他们取胜 可以说是在意料之中的 所以说对于中国女排来讲 我们29日龙空 那么明天中国女排 将迎来捷克的挑战 可以说对于广大球迷来讲 大家也是期待着 关注中国女排的比赛 同时呢 我们也是希望广大球迷 能够更多关注我们的对手的情况 因为他们最终的发挥 状态如何 也将会决定的 中国女排在接下来 淘汰赛对一个对手的情况 到底中国女排能够左脱眼 所以说从市井赛的整个格局来看的话 我们中国女排还是非常有希望的 我们也是希望 中国女排的队员们能够在接再领 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那么在视频的最后呢 达成子也给大家 赫上今天的一个比赛的一个 一些对阵的一些情况 那么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可以关注我们CCTV5 或者我们企业视频的一些直播 大家一起来为我们喜欢的球队 来助理 来加油 好了 本期的达成 我们下期再见